今天让我们来共同讨论一下 有关于中国南岚近期发生的热点事件吧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就在众人纷纷进行猜测时 著名媒体人苏群向大家进行爆料 在发文当中 苏群分析对比了目前CBA与NBA联赛的形式 在他看来国内还在进行着争吵时 国外联赛已经开始做好提前规划 在文章的最后也是提醒众多球迷粉丝 周期最后去向的安排 还是要看最后仲裁局的决定 而相关仲裁也就在近期会有结果 除此之外 苏群还回复了球迷粉丝 对于周期加盟四川南岚参赛全运会的疑惑 依据苏群所言 全运会与联赛并非一个系统 相应的资金也不会达到600万之高 这样一来 就完全打破了此前辽兰的解释 此前周期前往到四川南岚 很有可能与辽兰所言完全不同 周期并不是为了600万的报酬前去的 要知道此前被爆料 周期为了600万报酬给四川南岚打比赛时 一度引发了众多球迷粉丝对周期的声讨 毕竟金额如此庞大的报酬 还是第一次见到 然而 现如今 苏群与辽兰的说法却有差别 周期最后所得的报酬并没有达到600万 这就让周期此前白白的受到的批评与舆攻击 然而 如此一来的话 就开始让众人疑惑 周期为何放下给予的资金 明显更高一点的辽宁南岚 转而去为四川南岚效力 可以说 现如今周期的每项安排 都在大众的视野当中暴露无遗 也正是有了此次苏群的爆料 开始让球迷粉丝们对于周期 最后能否加入辽兰队伍中 开始不确定了 不过新赛季即将开始 为了自己职业生涯考虑 周期必须要做出选择 对此 大家有怎样的看法呢 好 好 感谢观看